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看一下 在韩国论坛收到很多关注的一个贴文 希望能提前终止合约的IDOL 这个贴文提到的 希望能提前终止合约的IDOL 就是以Panguangwunsalem选秀节目出道的Classy 根据这位网友表示 Classy最后一次活动是在去年12月 而且只是发现了一首数位单曲 并没有好好活动 在这期间也没有参加世界巡演 举办很多表演或者进行个人活动 基本上就是被放人不管 虽然从9月开始就提到他们会在11月回归 但除了报道外也没有任何预告片 或进行任何宣传活动 唯一的回归消息就是这一篇报道在说 他们预计在11月中回归 但官方账号在9月32号就停止更新了 现在都已经10月底了 其他IDOL们在回归一个月前 就开始发布概念招预告片 音源视听等各种内容做宣传 但这里什么都没有 所以让人怀疑到底是不是要真的回归 Classy的所属公司是Poketor Studio 老板就是那个恶名昭彰的金光素 而公司所属其他IDOL 以SonyangPantasy选秀节目出道的FantasyBreeze 不过这边也看不到什么特别的活动 去年6月才出道的新人 又被送去参加某个选秀节目了 然后就是男团BA173 他们也是继续参加PickTime等很多选秀节目 然而最糟糕的事情是 只称着Poketor Studio收入来源的Trotokersho 最近选秀节目已经饱和不再管用了 台雅也曾有过发布几月份回归的新闻 但最后什么都没做就这样过去了 看到那些要在矿诉公司出道的IDOL 就想要阻止他们 女团成员被冷藏 男团成员不是被忽视 就是被逼着上选秀节目 还要承受高强度的舞蹈培训 感觉完全没有被当做人看待 格格的参赛者被收纳 淘汰的参赛者却去其他公司更积极的活动 真是奇怪的选秀节目 真的很惊讶 像那样的人竟然还能继续担任娱乐公司代表 对于韩国网友们希望克拉希能提前终止合约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10月12号 SN娱乐为了庆祝公司成立30周年 发布了一个30周年特别影片 在3分钟的影片里 出现了HOT到来自 曾在SM出道的所有IDOL们的回忆 对我个人来说 这个影片非常催泪 影片中的场景能让我深深共鸣 感觉就像是我的日常生活 我小时候上学的日常 以及我和我朋友们的故事 虽然那时我不算是SM的粉丝 但SM的歌曲一直都陪伴在我的青春中 因为这些都是我经历过的回忆 闪闪发光的青春 所以在影片结束时 那种怀念和难以言喻的情感 真的很催泪 SM你这个变态 音乐真的很伟大 只要听那时候的歌曲 就会把你带到那段时光 不过有点遗憾的是 如果能把陈桑吉也加进去 该有多好 总之希望SM能为全世界的 K-pop粉丝们 继续推出好的歌手 好的音乐 词,词,息,音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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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